一種媽媽在駝嬰兒坐月 甚至抽嬰兒時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叫你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可以吃什麼 又不可以吃什麼 在現代中醫的角度有什麼建議呢? 今集會有愛如風 還有彭淑儀中醫師 跟大家說說產後媽媽為何情緒不穩定 彭醫師 想問生產後的媽媽情緒不穩定 其實是什麼原因導致 有很多原因 首先剛生完身體還有很多不舒服 例如睡眠不足 傷口貧痛 身體周身骨痛 又要處理BBD 大小鮮肉 餵奶等等 都會令媽媽的情緒 都處於比較波動的狀態 產後媽媽因為生產過程消耗了很多氣血 所以屬於比較氣血兩虛 陰血不足的狀態 中醫認為乾就煮我們身體的梳士功能 女生如果失血過多的時候 我們乾的梳士功能都會減低 就會令到我們的血血不足 如果很多情緒波動會令到我們的乾氣屈結 都會出現令那個情緒更加控制不到 有很多情況我們希望可以保持心態 可以令到你的乾氣屈結 減輕 我們心情都會舒服 各種方言都不會發展到最後 最不想大家看到的結果就是殘忍的肌 當然媽媽的舒緩壓力的方法都不同 有些人就喜歡做運動 有些人就喜歡聽音樂 有些人喜歡看書來舒服自己的壓力 一定有自己的需求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那有沒有什麼真的可以提議一下 大家可以去喝一下 就是大家不同的體質都可以接受 我們都會建議大家可以用一些花茶 可以舒緩一下幫助一下 可以舒緩一下乾 那就是玫瑰花是不錯的選擇 一般我們會建議大家 在坐月期間如果真的覺得睡得好不好 很暴躁或脾氣 就可以用玫瑰花來沖茶 加少許的蜜糖 都非常好喝 一天可以喝一個兩至三次 都可以幫助睡眠或者舒緩情緒 食療方面我們可以試蓮子 百合、淮山等類的東西 可以幫助我們乾脆疏通 和安心的效果 我們會睡得好一點 情緒也會平靜一點 這集中醫介紹有玫瑰花茶 有幽乾、醒皮、理氣、解鬱的功效 可以用300至500cc的熱水 放一到兩袋玫瑰花 焗10至20分鐘 一天喝兩至三次就可以了 又來到送禮時間了 大家記得做齊記一下的步驟 我們會送出由康程現代中醫診所 提供一致的熱身服務 如果血比較虛的話 氣胃不好 平時已經有很多消化不好的問題 氣胃功能不太好的媽媽 通常生完寶寶的奶汁都會比較少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我們下一個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